一遇消息我们来看韩国羽毛球公开赛战报 成功获得替补资格的我国女单选手吴景威 在挂拍十个月之后继续扬威国际赛事 面对主场代表吴景威展现了顽强的精神 最终打满三局获得八强门票 携手我国另外四支代表继续韩国赛征途 时隔十个月初中国际赛事的我国女单吴景威 记守圈拿下日本选手之后 今天在十六场赛面对主场选手李世妍的挑战 吴景威力拼三局最终以21比17 17比21 21比12击退李世妍 明天将和刚打败奥运金牌陈宇飞的 另一名主场选手金家恩惠师八强 同样面对主场选手的国语男单黄志勇 则在第二局上演大追分的戏码 最终以21比14 21比19打败金东勋 他的八强对手是中国新秀温宏阳 温宏阳今天打满三局 击退我国的另一名男单代表詹俊韦 随着詹俊韦的落败 我国男单无法如愿在八强上演内战 率先锁定半决赛门票 男双赛事方面 今天对垒印尼年轻男双李奥宇 丹尼尔的我国六号种子 王耀心与张玉宇耗时37分钟 22比20 21比11夺得八强资格 明天将和瑞士赛的新科冠军 法家与莱恩一较高下 成功闯进八强赛的还有混双二号种子 陈建明与赖佩君 面对主场派出的年轻组合 两人不让对手有任何机会 21比11 21比9 火速拿下八强资格 硬碰中国的五号种子 欧生义与黄亚琼 携手陈赖组合闯进混双八强的 还有另一支自由人组合 王耀心与吴柳莹 两人今天喜获韩国头号种子 徐承载与蔡佑丁的退赛大礼 明天挑战另一支主场代表 不过列为三号种子的情侣组合 吴勋发与赖敏却暴冷出局 两人是以15比21 21比23 败给世界排名第90的日本代表 绿川大会与斋腾下 今天出局的我国代表 还有女双自由人许家文与林修仙 10比21 19比21不敌泰国小将 另外两组男双则分别败给 韩国和印尼组合 结束此次征途